当那些想冲康熙告状的人 赶到畅春园的时候 康熙已经完全地冷静下来了 所以大家伙又再一次碰了臂 灰溜溜地回了城了 因为康熙还在忙着钓鱼呢 康熙冷静了 但是有人却很是不冷静 这不 巴弗晋又来找齐木格要说法来了 一会儿质问老师 为什么要拿大哥开刀 一会儿有含泪说 惠妃娘娘若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伤心呢 在大哥逃跑前 齐木格就知道了这事 因为老师叫齐木格立马叫奶粉子作访 加急朝东北送一大批奶粉子去 不过整个的过程 齐木格也是断断续续地知道的 因为老师又不会给齐木格汇报工作 只是喜欢和齐木格闲聊而已 这闲聊嘛 当然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 所以整个的事件 齐木格是经过了整理之后 才理出了个大概 老师一来是气不过 想给罗刹人找点不痛快 二来嘛 是想在东北牵制住罗刹人 免得他们肆无忌惮地 要去支援西北 所以老师便想起了 曾与罗刹人干过仗的大哥 在没怎么深思熟虑的情况下 就叫九二哥去当了睡客 大哥自然是不肯 怀疑老师居心迫测 所以九二哥的游睡工作 并没有成功 本来九二哥就不怎么赞成此事 所以也没有多费唇舌 请示了老师之后 直接将大哥乔装了一下 给带到了养性殿去了 虽然大哥被圈了十多年 人呢也显得很是颓废 但是脑子并没有观赏 上来就问老师 凭什么要信你啊 老师很是直接地说道 你就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回去被圈 好好的给爱心觉罗开支散业 不过最好能生女儿 好歹能安抚个蒙古 当当主子 儿子可就惨了 只能从宗人府 受人白眼领救济银子 二嘛就是赌一把 大哥想了想又问道 你为什么找我 你和二哥有仇 和朕没有 有机会干嘛不给你啊 大哥一听 没错 自己是争为了 但是是和老二争的 没和老师接仇啊 于是大哥也没怎么深思 便决定赌上一场 但要求是 若是我死在罗刹 还请皇上给我证明 我不是逃跑的 免得再殃及我的子孙啊 哼 放心吧 朕绝对不会亲口说你是逃跑的 想证明 那还不容易啊 当大哥答应了之后 老师这项才开始了做各种的准备工作 一面派人挑选合适的侍卫 庶子是首要的条件 为什么要挑选庶子呢 因为庶子一般都得靠着自己争爵位 所以愿意冒大风险去争奋功名 而且此行任务实在是很艰难 有几个人能活着回京 没人敢打包票 庶子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家长也稍微容易接受一些 老师这边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个任务啊 本身对大清是有何重大的意义 老师说老师也是懵懵懂懂的 所以得提防着被家长问得哑口无言 老师可不想发罪几照 说自己喜欢搞义气之争 当然老师并不是没有提防大哥 老师也给了侍卫头子一道秘制 说只要大哥不叛国投敌 一切皆听从大哥的指挥 但是大哥起了歪心 力斩之 此外老师给黑龙江将军发去了秘制 叫他准备三百人和七百匹马 以及必要的弹药 供给在边境上等着大哥的一行人 五十多个人太少了 老师怯以为 怎么也得上百个人才能像个土匪队伍吗 所以很是慷慨地又给大哥拨了三百士兵 最后在大哥临行前 老师又接见了大哥一回 潜入罗刹境内一切便宜行事 但是一定要记住此行的任务的目标是长期骚扰 老师强调 长期这两个字很是关键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存实力 人若是全息生了 那还能骚扰个什么呢 因此 老师同意 大哥在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 在边境一带扎营 这样黑龙江将军才好进行支援 当然 老师也说 骚扰范围不限 想骚扰哪就骚扰哪 只要是罗刹底盘就行 康熙的儿子兜牛 大哥听了之后 便问了一句 若骚扰到罗刹的都城 皇上却不信怎么办呢 毕竟人数少 不可能占了人都城啊 放心 朕会知道的 至于什么渠道 你届时就知道了 如此 大哥便踏上了 骚扰罗刹的政策 而随后 老师又知会了 北边所有的边防哨所 命令他们一个月后 一起宣布 与罗刹的贸易中断 并且命令李帆院派人 去关闭墨北蒙古 对外交集市场 理由是罗刹收容 叛讨的大哥 并且还叫黑龙江将军 时不时的去交涉一番 要罗刹交人 至于大清的边防 同时宣布这项政策 会不会让罗刹起疑 老师那就不管了 听说要关集市 欺慕阁便有点急了 爷 真不和罗刹人做生意了 老师怂了怂间 罗刹人想做 那就来谈啊 如今和他们签约的条件 只说了他们的商队 三年来一次北京 只是说了在末北蒙古 开个集市 让罗刹人交易 咱们大清商人 什么时候去罗刹了 他罗刹哪个地方开集市 通通都没有 凭什么呀 就算咱们大清商人 都不去罗刹地界 这也要派内务府 去弄个商队去 非要将这个罗刹的老底 给探出来不可 齐木格一听啊 立马给老师唱起了赞歌 还说道 就是 这次咱们派人 去罗刹的都城谈判 干嘛每一次 都在咱们大清地界上 签条约呀 咱们专门派那种 斤斤计较的去 千万别派老学舅 他们好面子 不好谈条件 老师也立马地 给齐木格鼓掌 夸齐木格想到了点子上去 因此当大哥逃跑的时候 老师并没有派人去假惺惺地追 反正罗刹人离得远 好糊弄 而朝中的人大多又傻乎乎的 只知道拿异样的眼神瞅着老师 没人敢正面地站出来 让朝廷对此次事件给个说法 因此老师也没有去费功夫 想什么措辞 因为巴夫进质问齐木格的时候 老师早已经开始琢磨着 怎么选个脸皮厚的谈判人才 依老师的计算 重启谈判再快也得等到一年后 所以老师认为 挑选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全国 没有必要局限在李帆院 老师则心无旁骛地 琢磨着国家大事呢 但是齐木格在选秀的高潮的时候 不得不应付着巴夫进 不过 齐木格虽然没有受过什么保密的培训 但是也清楚有些话不能说 因此只能反复地给巴夫进说 巴嫂 这外边的事我不知道 你怎么就不信呢 巴夫进依然不一 非要叫齐木格去问老师 齐木格没好气地说道 巴嫂 我没有对不起你吧 你干嘛要这么害我呢 后宫干政那可是大罪 巴夫进叹了口气 那总得想想法子啊 我们爷好歹也是养在 惠太妃的名下的 见巴夫进提起了八个 齐木格便说道 那巴哥怎么说呀 没说什么 巴哥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是担心惠太妃吗 如今我又不方便进园子 等皇上去园子给皇阿玛请安的时候 我差人哪去探视一下惠太妃 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你告诉一下惠太妃 再不济 侄儿们如今也都是大了 劝他想看一些 还有 有什么消息 派人给我送个信 若大哥没了 再怎么没脸 我和我的爷们也得递个折子 去给惠太妃请安 对了 皇上什么时候去请安呢 除了巴夫进盼着老师赶紧去给康熙请安之外 一帮大臣也在翘首期盼着呢 就这样 在大伙的殷勤的期盼下 老师在某天中午朝着畅春园出发了 不过康熙和老师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此次会面都赋予了诸多的深意 两个人都没点肃穆养 康熙一见老师就吼道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知会这一声 老师笑道 不敢当五花马钓鱼 听老师如此的回答 康熙连数了三声号 然后便大踏步的带着老师朝水池走去了 指着那碧绿碧绿的水池 咬牙说道 你今儿不给朕说出个滋丑阴谋来 朕就改喂鱼了 老师有点摸不着头脑 觉得康熙是钓鱼和喂鱼的关系不大吧 见老师没有点悟性 康熙突然有点怀疑 没准老师真的就是 只是想除了大哥而已呢 虽然康熙不明白老师为什么 非要置大哥于死地 但是洪轩不是说了吗 不能太有深意地去猜老师的意思 于是康熙咬了咬牙说道 朕就叫你剁了喂鱼 老师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原来康熙呀 喂鱼是跟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 妈说道 花马 十四岁来信了 说罗刹人去了准个儿 康熙打断了老师的解释 叫老师直接说重点 老师忙将事情给康熙细细地陈述了一遍 然后很讨好的对康熙说道 我慌忙 儿子是想 二哥啊 您都是那么心疼 不至于不会管大哥吧 许是怕儿子为难 才没有对儿子提大哥的事 所以 儿子就自作主张 不过 大哥可不会让他去南边战岛 他带兵打仗可是一把好手 他得留在京里 其实 老师当时压根就没这么想 他没事先和康熙通气儿 那是担心康熙不同意 事后 他其实也有一点小后悔 找人扮成土匪还不容易吗 实在不行 叫黑龙江将军上也成啊 干嘛 非要去找大哥呢 老师不得不承认 当时啊 可能是有点头脑发热 没仔细地思考 所以还给九二哥说了 请九二哥最好能够 以魏征为榜样 当个千古征臣 得了九二哥 好大的一个白眼 不过 此时 老师却不敢实话实说 只能编个瞎话 来糊弄糊弄 若被康熙知道 自己是头脑发热 没准劲啊 还真被他给喂鱼了 听老师如此说后 康熙看向老师的眼神 便是有些怪异了 老师是不是太儿女情长了呢 不过想起老师对大哥的防范 康熙便没有怎么评论 大哥小小的年纪 就在东北军营 帮着康熙守着边防 康熙自然对大哥 还是有点父子情的 但是 康熙对大哥 的确也是非常的生气 若是太子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那么在康熙看来 大哥则是完全的咎由自取 是 就算自己有意扶持大哥 以给太子某种压力 但是自己却没有受益大哥 那么无情地对待自己的兄弟 因此 康熙认为 大哥今天的下场 自己至少要负10%的责任 算了再多点 充其量也就是20% 所以康熙对大哥并不怎么愧疚 不过听老师如此说 康熙也只好认了 慈父总比恶父好吧 这事除了胡闹点 倒也不怎么影响大局 不过康熙还是讽刺了老师一句 红山 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还真不是他的错 突然生出了个大哥事件 秦木阁负责操办的选秀 便没有受到预期所想的那么强烈的关注 大伙的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 光琢磨着康熙那么高深莫测的钓鱼 大伙的脑细胞死得也差不多了 哪还有点富裕的细胞来死盯着选秀呢 因此直到选秀 徐徐地落下了眉目 大伙才惊觉 只有四个留牌子的士灵秀女没有止婚了 而老师的后宫依旧没有吸引到一点点的新鲜血液 连洪宣居所的御庆宫都没有止人 大伙赶紧研究了一下四个秀女的资料 有的身份高 有的身份低 据说有以碧月秀花闻名的 也有依靠气质得分的 总之啊 大伙没有找出一条 适于这四个秀女的统一标准 但是大伙都猜测 这四个人应该都被老实和洪轩给瓜分才对啊 可这项大伙自以为是的想到了这个点子上去了 那边就有人爆料 其中一个没止婚的是那喇士圣安的闺女 人家是九二个早就给洪正看好的了 于是虽然大伙没有打探到 剩下的三个秀女是哪些薰贵 为哪些幸福有着不同理解的儿子们提前预定的了 但是大伙还是不由的怀疑 这三个秀女老师和洪轩都无法染指 没准善渡的蒙古皇后 不仅要打造个巨内的老公 还要培养个妻奴儿子呢 于是所有人的目光便齐刷刷的转向了畅春园 大伙这次学聪明了 没去地牌子求见最新鱼钓鱼的康熙了 都改成了远眺了 而康熙还是安心地垂钓着 看来是打算改行当渔翁了 就是不知道披缩衣带斗粒没 这倒不是康熙真的有那么淡定 因为老师一早就将剩下的三个秀女抱给了康熙了 说是要给洪轩准备的 但是因为琢磨不出洪轩的喜好 所以暂时不给止婚 等洪轩回京之后 看了画像再做打算 当然老师给康熙说 这么做不是为了让大清少几个怨妇 而是为了让洪轩的心情愉悦 毕竟玉庆宫这个地方就这么大 如果一口气将这三个人都给指给了洪轩 万一洪轩都不喜欢 那他回家不还是郁闷死 转来转去都是令人厌恶的面孔 康熙简单地看了看三个候选人的资料 发现齐木格倒没有生什么小心眼 挑的人有一个挺漂亮的 反正从画面上看 比清城清国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大概是想让洪轩享受一下秀色可参吧 有一个相貌一般 但却有书卷起 而且眉宇间挺有亲和力的 大概是想让洪轩回家以后 能有个聊天的对象 还有一个属于乖巧型的 大概是想让洪轩感受一番小鸟依人 这三个人没有一个蒙古籍的 要知道这次选秀 蒙古那边的秀女可不少 齐木格想挑一家势力一般的 看着无害的蒙古姑娘 那是易如反掌 因此康熙对齐木格比较高的政治觉悟 有着那么一点的欣慰 没去勾去那个特别漂亮的 反正若那个女子想以妩媚来获洪轩 自己到时候再出手就是了 所以康熙对届时选秀的评价 是尚可的 自然就不会露面插手了 当然了 老石则是对本届秀女工作 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还舔着脸请康熙下旨表扬一下秀木格呢 被康熙给言辞拒绝了 什么时候皇后贤惠了 你再来找朕说这事 虽然康熙和老石暗地里拿二哥做了交易 但是心里依旧不怎么痛快 老石见状 也发觉了自己有些冒进 忙转个话题 很是突兀地说道 黄阿玛 儿子这么想的 九哥吧 打小给您添了不少的赌 您看哪 是不是也给他添添赌啊 康熙拿眼斜看了老石一下 不迟地说道 你放心大胆地去给他添赌好了 振不拦你 老石给梗住了 自己要是随随便便地 能给九哥添赌 那就好了 郁闷的老石想了想 还是小心地求证道 随便怎么给九哥添赌都行 而康熙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是 不过记住了 别给朕添赌 朕不喜欢杨媳妇 老石哭着脸 不知道该给洪正怎么说呀 再这么拖 拖到洪悬回京的时候 那洪正也该止婚了呀 老石觉得自己今天出了臭招 本来光九二个一个人施压自己 就不怎么能顶得住了 如今倒好 生生地让康熙明明白白的又表了一回态 得 看架势啊 洪正到时候只能哭了 没辙的老石只好打算先撤退了 不想在老石打算告退前 康熙又开口了 听说 洪利又给你写信了 你还没给九二个天生赌 洪利又怎么给你添赌了 老石哄着脸说道 洪利那小子只是爱问罢了 算不得添赌 再说了 这封信洪轩是先看过的 洪利就是你儿子 洪轩就是捡来的呀 老石心想 这哪跟哪啊 只好皱着眉头说道 荒芒 我的意思 洪利这不算是胡闹 他要是胡闹的话 洪轩那一关就过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